美塔瓦主战坦克是上世纪70年代以色列生产的主战坦克,得益于其出色的火控系统。 美塔瓦主战坦克能够击落直升飞机,美国陆军M1AE Abrams主战坦克曾经是世界最强主战坦克,但是这次评选中被一款新兴坦克击败,看看会是谁呢? 国产VT4主战坦克,也就是MVT3000,研发始于09年,解决了国产坦克一直以来没有解决到动力仓问题,曾有过打败T90的辉煌战绩。 南非号角主战坦克的名头,是在对战72辆T54坦克,仅受送两辆且快速修复,而一战成名的。 俄军新的T90MC主战坦克,是T90的升级版,升级后性能与国产VT4主战坦克对比位置,日本的10次主战坦克,是一款方便不一的主战坦克,常被拿来与国产99A坦克进行对比,但29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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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